大众麦腾2.0T380和丰田亚洲龙2.5升动力 哪个好 哪个节油 哪个毛病少 请问该如何选择 谢谢 那么买B机车呢 肯定是亚洲龙啊 麦腾啊 帕拉特 凯美瑞啊 是大家必看的车型啊 那么亚洲龙2.5升和这个麦腾2.0T380该如何选择呢 其实只要抓住这几点 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首先呢 亚洲龙啊 它是基于风签的TNJK啊 平台贵压打造的 像凯美瑞啊 像这个雷克斯ES 还有所有风签旗下车型都是出自一个平台 那么它这个平台呢 呃 车身安全上啊 还底边扎实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最起码车身安全AB柱能达到1500兆趴 都达标了 那比本田强很多 那么麦腾呢 是基于这个大众的MQB啊 平台贵压打造的 整台车的热身性刚强度也是可以的 也是过关的啊 也不错 那么该如何选择呢 驾驶过龙2.5升版本啊 那么有汽油版还有油电混合版本 那么尽量选择这个油电混合 就是双行动力啊 因为啊 它这个技术很成熟很稳定 并且油耗呢 相对低一些啊 又说成本低一些 而且开起来呢 有一种行动员的感觉起步 四四公里以下呢 几乎是用电的 只需要你急加速的时候 它才用发动机啊 电动机一起驱动车吧 等到高速巡航的时候 就以发动机为辅了 如果说经常四续代步 选择这个双行混动非常好 非常不错 如果是经常换高速 那我建议就选择汽油版啊 那么有什么区别 汽油版呢 是2.5升 还有这2.0升的 2.0升是CVT变速箱 2.5升是爱心8AT变速箱 所以说选择2.5升的非常不错 但是2.5升的有什么优势呢 汽油版 它这三款车型有悬挂软硬调节 这个是凯美瑞2.5升不具备的 并且就算雷克莎斯1S2.5升汽油版 它也不具备的 所以说有这个优势 有悬挂软硬调节啊 非常不错非常好 那么麦腾呢 它这个有2.0T330 就低功率 还有2.0T高功率380 那你选择380 动力是非常充分的 非常强劲 配配的是一个气氧的 4.4双离合变速箱 换挡软硬非常快 传转速度也非常快 开以来很爽很过瘾 但是说唯独就是说 双离合变速箱嘛 怕容易高温 就是堵车的时候 拥堵路面城市带步 一二的来回切换 磨砂片总是联合 它就是容易高温 高温则容易顿出来 一想出毛病 就有这个毛病 别的都没什么 动力是非常充沛的 它俩的发动机呢 哪个耐照呢 跟你说日系的发动机 非常皮色耐照 要比这个大众的更耐照 但是说动力上呢 可能是大众的2.0T 动力更加强劲 主抓的不一样 一个主抓操控 动力好 一个主抓的耐照性 皮色性 编轮箱呢 肯定是这个开明瑞的 这个编轮箱也肯定是 亚洲龙的编轮箱 更好一些 爱心8AT嘛 是吧 更加耐照一些 那么悬挂底盘 毋庸置疑 扎实感呢 虽然两台车 都是前卖性 后面兜连杆 但是扎实感 还有支撑性 肯定是 麦腾的更好一些 那么两台车 实际开起来呢 大众加速非常快 动力非常充沛 而且推背感十足 380非常强劲 底盘的支撑性呢 侧型呢 扎实感非常好 而这个亚洲龙呢 悬挂支撑呢 稍微偏软一些 舒适一些 偏向居家带步 支撑性不那么好 隔音稍微差一些 加速呢 虽然是没有那么 确实是跟大众 380比的 比不了的 但是2.5升 也是绝对绝对功用的 绝对能满足你的动力 肯定说是 要你说不肉 那么巨压带步使用呢 我尽量选择这个亚洲龙 非常不错 适合于家用 那么如果是商用 或者跑仓图 就选择这个麦腾380 底盘扎实感 适合于跑仓图 非常稳 散高速速度起来 一个底盘非常稳 开启的比较知信 就是这样 一定要这么选择 抓住自己的眼 你就绝对不会后悔的 但是说耐用性 如果是时间长 我不换车了 就考虑个耐用性 那肯定是 这个烟龙 发动机 扫大件更加皮色耐照 那么大众麦腾的 相对比较 如果年头多了 功率数大了 会有发动机 会有这个渗机油 丢机油的迹象 就是这样 那有没有买过 开过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